弟兄姐妹 平安 我们在教会里面待久了 我们都会注意到一些的乱象 比如说有些的信徒 他可能只是在佳节 才来到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崇拜 有些的信徒 在一个教会里面 他可能参加了很久 但是就是不愿意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友 也有些的信徒 他时常会做一些的比较 哪一个教会正到合我的口味 哪一个教会儿童主日学 比较适合我的小孩子 那我就跳教会 那可能有一些的理由真的是合理的 但是我相信更多 是因为个人主义跟消费主义 清洁的教会就造成了这些的乱象 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要从两个课题来着手 第一个是教会会集 第二个是教会纪律 我们从圣经教会历史 来到现代教会的一些处景 我们来探讨如何能够去塑造 培育出一个荣神义人的信仰群体 也从个人去出发去看一下 原来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友 更多的不是讲到自己的特权 而是如何去履行 自己在教会里面爱的责任 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 到时见